往上的下次 当时下暴风雪 我们接到了出勤任务 由我们的段的送腾汽车 给我们送到了接车地点 由于雪太大 当时只有300多米 可能车就走不了了 最后只能靠我们步行去 雪可能是有一米多深 来,我先放进去 哎呦去 你那你的小包传给我呀 哎呦,那啥都行 我腰啊,我腰啊 当时心里面想的就是说 电煤,电煤运输现在是国家的头等大师 特别是像我们通料纠缎段 所担当这个重要的任务吧 所以说当时想的就是 无论天气再怎么恶劣 我们也必须保证火车的安全正点 那么在7号跟8号这两天呢 开路线的降雪量也是迎来了一个高峰期 当在此期间呢 城区的一个积雪厚度能够达到60到70厘米之间 甚至有些区域 它的积雪厚度能够达到一米以上 那么这也直接导致了在8号上午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城区道路已经被积雪覆盖 然后整个交通攀缓的这样一种状况 给我们居民的恢复了车辆的一个通行 道路上大面积的积雪已经全部被千多车次 那么开路线的这个处冰作业呢 其实城区的公路已经全部处在一个通行的状态 同时呢途经 那么高速公路方面呢 目前是只有长生高速的金茶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